大家好,我是Shitra 今天这个视频我想来谈一下你的亚马逊FBA的品牌之后 如果你不想再运营了 如何去,如何能把这个品牌做到之后估值 能估到几百万美金,甚至上千万美金,上亿美金 我知道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开始做亚马逊FBA 看我的频道,他肯定觉得好夸张 你讲得非常夸张,几百万美金,上千万美金 但这种事情在亚马逊FBA里面确实时常在发生 今天我就拿一个品牌来举个例子 那这个品牌的话,它是叫做Hero Cosmetic 那这个品牌它是在2017年才开始做亚马逊 它在2017年才开始刚刚上第一个亚马逊FBA的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主要是做一个痘痘贴 就是你有出痘痘的话,你再贴在痘痘上面恢复,就是恢复的快一点 然后它就做一个痘痘贴 它在2017年这个品牌是完全不存在的 这个品牌Hero Cosmetic之前是完全不存在的 比如说它已经品牌非常大的 然后进军亚马逊 它是完全在亚马逊上成长起来的品牌 2017年才刚刚开始上它的第一个产品 然后就五年的时间就以6.3亿美金被收购 它上一年的一个销售额达到有1.15亿美金 它的一个利润达到4500万美金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品牌的一个案例 我们因为成功的品牌,成功的商品,成功的生意模式 它都会留下一个足迹,留下让我们学习的一个部分 它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得那么快,走得那么成功 在五年短短的五年的时间内 今天我们就来深度的了解一下这个品牌 它是如何在亚马逊上走出来的 对于我们已经是亚马逊FBA的卖家 或者说你即将成为一个亚马逊FBA的卖家 对你来说你能学到什么 第一个它的一个策略一个步骤就是在2017年刚刚选择做亚马逊FBA 可能在2017年已经有人在讲亚马逊FBA不行了怎么样 但它当然开始做亚马逊FBA 然后它选择了一个痘痘贴体积非常小 然后非常轻,选拼选的非常好 然后同时这个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的 这个痘痘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 但是它同时对产品做了一个改进 对它的一个原料,对它的一个材料全部做了一个改进 然后改进了之后去上架了这个产品 那第一次它的一个创始人是叫Joe Rue 他第一次上架这个产品 然后这个产品就非常的大卖 他在上架了一个痘痘贴之后 他没有说他找完这一金矿产品 他就去找下一个金矿产品 然后去做一个杂货铺对吧 去持续的找这些爆品 他没有持续的找爆品 他有一个爆品之后围绕着这个痘痘贴 他就开始打造一个品牌 就是做他做对的第二步 就是围绕着他找到的一个金矿产品 找到的一个小爆品 他围绕着他就开始打造品牌 他在亚马逊上的品牌是叫做Mighty Patch 他在这个亚马逊上的品牌上面 持续性的做一些相关的产品 同类目的产品都是关于痘痘贴 他上了12种痘痘贴 所以说这里我们可以学到的就是说 他你在亚马逊上面打造一个杂货铺 持续的去找这些小爆品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找到小爆品之后围绕着它 打造一个品牌 这样子的话给你的更有前景 更有对你的生意更有帮助 你的生意能成长的更快 而不是说做一个杂货铺 只要爆款只要有需求你都去卖 第三点我觉得要学的是 他在亚马逊成功之后 他没有全部押宝在亚马逊上 他拓展他的销售渠道 他不只在亚马逊上购买 他还创建他的一个shopify 他的一个独立站 还有去扩展他线下的门店 他想把自己的产品 自己的痘痘贴放入线下去卖 同时他还有自己的一个社交媒体账号 有自己的一个TikTok 有自己的Instagram 在上面都是持续在输出内容 帮助那些脸上有痘痘的人 同时他还通过这些TikTok Instagram 然后来要好评 要五星评价 这样子既绕过了亚马逊 然后又能非常合理合规的 要更多的一个评价 正向的一个发展 还有那很多人说 那我知道说亚马逊你能去做 对吧 他怎样把一个亚马逊的一个品牌 亚马逊的一个产品放到线下去卖 这样子会很难 我不会做 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只要是你要持续的去尝试 然后有一点运气 对吧 你可以给在美国有一个网站叫做LinkedIn LinkedIn上面有各种的线下商店的一个负责人 你给这些50个负责人 100个负责人 各种的线下商店 像Target 像CVS这种药店 这些你都可以去发送他的一个邮件 你发送邮件 50个 100个 总有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总有一两个人同意你把你的产品 你已经 因为这个产品在亚马逊上非常大的一个需求 同时你线上的这个账号打造的也都非常好 然后确实会有一两个人同意你把你的产品 放到他们线下的门店去购买去去售卖 然后就有一这样一两个人之后 你这个产品帮他们赚到钱之后 其他的一些门店看到这个产品卖的很火 你的产品就能更轻松的进入其他的一些线下的商店 这样子就是他做对的地方就是扩展他的一个销售渠道 线上线下不是不是说只全部压包在一个亚马逊上 第四点他做对的就是说你能看到他在一个亚马逊站点上 你搜索他的一个mighty patch他的一个产品 他的一个产品文案产品图片都是非常的简洁明了现代化 看起来就比较高端因为呃是非常简洁的 这跟苹果apple的一个呃营销手段他的一个形象非常的契合 这种营销方法在一个类目竞争非常大的一些类目里面非常的有效 所以说你可以把他这个技巧学习起来就是让你的产品图案看起来更加的 简洁高端看起来更加的清楚直接对照你现在你的亚马逊FBA的产品 你的图片是不是跟他一样呃简洁高端清楚 第五点他做对的就是说他对他对于这个产品他是有自己的一个特性 有自己做了一个差异化自己做了一个改进 就是说他他知道豆豆贴这个产品在2017年刚刚上架的时候 这个产品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 但他还是没有去卖市面上一模一样的产品 他通过看这些竞争对手的一个用料 他通过改进这些用料通过这些差评看到能不能做改进 他对产品做了一个差异化 这是一个呃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要去呃做亚马逊FBA的产品你要上一个新品的话 OK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说如何把你的亚马逊FBA的一个产品 一个生意能做到过亿美金的一个品牌 那总结一下第一点就是找到这些高需求的产品 同时通过一个差异化通过一个改进 改进他的客户体验改进他的一个差评 第二步就是打造一个品牌 当你找到这个小爆品找到这个金矿产品之后 围绕这个金矿产品打造一个品牌上更多同类的一个产品 上更多一个呃相类似的一个产品 就是扩充这个品牌而不是做一个杂货铺 第三步就是扩充他的营销渠道 扩充他的销售渠道 有自己的shopify网站有自己的独立站 有线下往线下的一些门店去推 自步就是持续的上这些差异化改进后的产品 然后扩充这个品牌 那非常简单对不对 非常简单你就能打造一个过亿美金的生意 就开个玩笑 就是说这些背后的苦背后的挣扎 只有这个创始人 只有这个Money Patch 就Hero Cosmetics的创始人 J.Ru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经历过这些挣扎 背后有非常多更详细的他的走过的一些路 我只能 我们只能马后炮的学习一下 他做整个生意 打造一个过亿美金品牌的一个思路 OK 如果你需要一个更加系统的亚马逊FBA生意的课程的话 可以看一下下面的 我的亚马逊FBA绝经者的一个课程 更加系统实操的理论的解释了 整个如何做亚马逊FBA生意 是从小白到高阶的 A到Z的全部的内容 你需要的做亚马逊FBA 同时还有包括我的一个私人辅导 帮助你开始发展你的亚马逊FBA的生意 OK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帮我喜欢一下这个视频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